DF诸葛小彻军情观察第二三七五七,今日,据媒体报道,为了增强巴基斯坦的空军实力,巴基斯坦方面似乎想从中国方面购买新型战斗机,出于性能方面的考虑,巴基斯坦对殲-31不感兴趣,有巴帖网友此前就留言称想买中国的殲-20战机。 不过,有专家就此表示,殲-20隐身战机在十年内还不会考虑出口,所以巴铁球构-20很可能会无果,不过,巴基斯坦转而将目光转移到了俄罗斯苏-35身上。 这则消息一出,印度媒体就表示其最担心的是发生了,事实上,殲-20战机作为当今世界上高精尖技术高度集成的一个平台,其实涉及到异国国家很多机密技术问题,所以相比起第三代战机而言, 前者对出口国的条件限制要高得多,例如美国尽管目前已经列装了F-22隐身战斗机,已经长达三年了,但是其却丝毫没有放松对F-22隐身战斗机的出口限制。 DUF-22隐身战斗机,观察第二三七五七,日本只能是购买F-35,甚至是准备新研发一款隐身战斗来满足其航空自卫队对隐身战斗机的迫切需求。 至于F-35隐身战斗机能够出口,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需要对其盟国能有所交代,必须要给盟国提供一款先进战机,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该机捆绑住其和盟国的关系。 因为盟国购买该机后,其后勤为修升级工作,还需要美国的保障。 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与这类似,中国目前也拥有两款隐身战机,分别是歼20隐身战机和歼31隐身战机。 前者已经列装部队展开训练了,而后者目前仍然为研发示飞中。 从后者的性能定位来看,该机在中国未来空军中的位置较为鸡肋。 对,所以其很大可能还是用于出口。 DF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二三七武器当然了,也有传闻认为歼31隐身战机即使满足不了空军未来的要求, 其还可能满足了海战对舰载战斗机的要求。 毕竟从前七轮设计以及机体大小这两点来看,七比歼20隐身战机更适合成为竞载战机。 但是由于歼31隐身战机,目前的综合性能还不是优秀,而我国海军未来对隐身战载机的要求可不低。 所以其更大可能是作为一个基础机体平台,海军新一代舰载机将会在其基础上大改而来。 所以对干机来说,其更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外,出口可能性更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